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脑补军 后一射日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听过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在太阳系中还真有可能存在两个太阳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山海经》中《大荒东经》的记载 在海外之东的汤谷 有一棵扶桑树 上面弃躯着十只金屋 九只在下一只在上 金屋是神话传说中的太阳之灵 这使之金屋轮番的向西飞行 从而形成昼夜的更替 可是这样的日子久了之后 十个太阳就觉得很无聊 他们想要一起昼游天空 这就造成了大地被烤焦 民众苦不堪言 这时有个叫后裔的英雄 他剑法抄群百发百中 他带着天地赐予的神功 嗖嗖嗖地设下了其中的九个 帮百姓脱离了苦海 最后剩下的这个太阳非常害怕 于是向后裔承诺 从此会老老实实的 每天从东方升起 晚上从西方落下 为大地万物继续贡献光和热 其实后裔摄日的传说 并非华夏民族独有 在印第安族 玛雅族 孤印度 以及湘西苗族等传说中 都有类似的说法 巧合的是 在出土的众多古代遗址当中 也出现了描绘有多个太阳的文物 其中最震撼的就是三星堆的发现 在三星堆中 有一尊让考古学家们大跌眼镜的文物 青铜神术 它的形质竟然完美的契合了山海经中 扶桑神术的神话传说 那么这到底是全世界古人的集体想象 还是他们的集体记忆呢 就像史前大洪水一样 全世界民族都保留了这段相同的记忆 你就很难说这是一家之言 纯属西构 那么问题来了 难道天上曾经出现过多个太阳吗 屏幕前的你先不要着急否定 因为现代天文学家认为这种假设很有可能是真的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太阳系中的第二个太阳 眼前你看到的是一块收藏在巴黎卢浮宫的石碑 它是古巴比伦阿卡德时期的浮雕 叫做纳拉姆辛石碑 以写实的手法刻画了国王纳拉姆辛率军征服一些山地部落的历史场面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石碑上赫然刻着两个太阳 我们普通人可能不会留意 但相关专家却时常会产生怀疑 这难道是古人当时搞错了 还是真有其事呢 难道四千多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真的出现过两个太阳吗 时间来到20世纪80年代 一群科学家正在通过化石记录研究地球生物灭绝的编年史 他们惊奇的发现 每次生物大灭绝似乎都有着一定的规律 众所周知 经由古生物学家确认的大规模灭绝事件已经多达五次 第一次是4.43亿年前的奥陶纪末期 使海洋生物消失了86% 第二次是3.6亿年前的泥盆纪末期 灭绝的物种大概占75% 第三次是2.5亿年前二叠际末期 这次最为严重 地球上96%的物种都灭绝了 第四次是2亿亿百万年前的三叠际末期 大概有80%的物种消失 第五次是距今6500万年前的百恶际末期 76%的物种不知去向 这一次我们所熟悉的旁人大物恐龙终于没能熬过去 而人类文明不足以万年也经历过大大小小的灾难 比如火山 地震 飓风 洪水 传染病等等 但这些人类都安然度过了 而曾经那些地球霸主们却全部消失 难道是人类非常强悍吗 科学家们觉得未必 因为在1994年7月16号的晚上8点15分左右 一场震撼人心的彗星撞木现象颠覆了科学家们的认知 一颗被命名为苏梅克列为9号的彗星碎片 正以21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冲向木星南半球 而这次撞击相当于6万亿吨TNT爆炸的威力 它给木星造成的伤疤比整个地球还要大 6万吨TNT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概念 那如果我告诉你 这相当于地球上所有核武器当量的总和 相加的750倍呢 其实在这颗彗星距离木星还有4万公里时 它已经由于木星的潮汐力被扯碎了 可即便如此也造成了如此大的威力 真是无法想象如果是整颗的彗星 那将是什么样子 也因此天文学家认为 6500万年前那次是大灭绝 极有可能是因为类似的撞击 因为从地表八横来看 太像了 2020年12月 纽约州立大学古生物学家布鲁皮诺 在历史生物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称 每隔2750万年就会有这样一颗死亡的 行星降临地球 给地球猛烈的撞击留下一个陨石坑 能为此进行作证的是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学家穆勒 他早在1988年时 针对太阳系的问题曾提出过这样的假设 他说 太阳可能存在一颗半星 这个半星是一颗距离地球1.5光年的宗矮星 宗矮星也是恒星的一种 而我们的太阳是一颗黄矮星 宗矮星比黄矮星要暗得多 因此很难通过天文望远镜观测到 所以科学家们将这个宗矮星命名为 聂默西斯 聂默西斯是希腊神话里的人物 是海伦的母亲 与此同时 穆勒不仅发表了自己的假设 还对聂默西斯的运动轨迹进行了模拟 而在聂默西斯的运动轨迹上 我们可以看到每隔2700万年 它就会靠近一个叫奥尔特云的区域 那里是太阳系的边界 主要由冰冻尘埃和不明星体的球状星团所组成 当聂默西斯接近奥尔特云之后 巨大的引力就会打破这里的平衡 一些大彗星和小行星会被推出原来的轨道 然后飞向地球 最终造成巨大的毁灭 所以大约每隔2700万年 地球就会上演一次 从天而降的灾难 难道事实真如穆勒所说的那样 是因为聂默西斯的运动轨迹造成的吗 那既然这样 我们找到聂默西斯不就好了吗 在寻找聂默西斯的道路上 切而不舍的科学家们 发现了一个叫做塞德纳的矮行星 这颗矮行星非常的奇怪 它的轨道长达11390点 其远地点为937AO 近日点为76AO AO就代表地球到太阳的距离 塞德纳的近日点 大约是海王星到太阳的距离的两倍 但是它的远日点就已经远在了奥尔特云当中 没人能够解释 为什么这颗矮行星会有如此奇怪的长椭圆形轨道呢 于是又有人提出假设 太阳曾在半星的帮助下捕获了这颗 原本并不属于太阳系的矮行星 而这颗半星就隐藏在科伊伯代或者其他地方 正是这个巨大天体将矮行星 塞德纳拉离太阳 并画出一条如此奇怪的轨迹 他们认为这个天体很有可能就是宗矮星聂默西斯 时间来到2017年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天文学家斯泰勒和他的团队 正在对距离地球600光年外的巨型分子云做研究 他们本想了解 是这团位于鹰仙座内含丰富氢气温度低密度大的区域 究竟适不适合新恒星的诞生 无意之中他们发现了一个双星系统 那就是在新恒星诞生之初通常都会一次星 生出两颗恒星 然后随着恒星的成长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种是这些双星会越来越近 形成稳定的双星系统 另一种就是这两颗星会在几百万年间分道扬镳 各走各的路互不干扰 所以聂默西斯真的是太阳系诞生的第二个太阳吗 于是美国宇航局NASA在1997年和2001年 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搜索 他们想试图找出毁灭地球生物的元凶 太阳的半星聂默西斯 不过 即使他们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仪器 全天空测量仪和广域红外寻天探测器 也没有找到聂默西斯 于是NASA临时得出结论 太阳和其他恒星的双星系统不一样 它是一颗没有半星的单星 所谓的第二太阳根本不存在 时间一晃又过了9年 2020年NASA发起了一个名为 全球后院的项目 突然在距离太阳四光年的范围内 发现了95颗总矮星 天文学界目前估计 太阳附近每6颗恒星中 就有一颗是总矮星 整个银河系中 大约有250亿到1000亿颗总矮星 就连银河系中的恒星数量 也远远多于之前的估计 那么也就不排除太阳存在半星的可能性 2022年的10月 威拉鲁宾天文台正式启动 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寻找 明明王星以外的外太阳系天体 也许有一天 我们真的能够找到第二太阳 和第九号行星 为聂默西斯的假说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倘若聂默西斯真的存在 那是否也就证明 刻在巴比伦石碑上的两个太阳 并不是玩笑 也并非工匠们的失误呢 浩瀚无垠的星空中 人类无法想象其他范围究竟有多大 据人类可观测的宇宙范围 近有920亿光年 在这么大范围内 充斥着宇宙中无数的星系 星球 就比如说太阳系 在太阳系内 地球仍然是幸运的 这是因为它诞生于太阳系之中 太阳为自己建造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恒星系统 在太阳系的外侧 有着木星这样的大质量气态行星做防护 而在内侧又有着极其稳定的宜居带 这才让地球可以在诞生早期就运营出了生命 虽然宇宙中很多恒星系统 科学家们也发现了不少处于宜居带的行星 不过它们的构造都不如太阳系完美 所以一些宜居行星 如果没有木星这样的大块头保护 在频繁的外界撞击下 是很难有生命出现的 而且即使有了 也很难进化出相对复杂的生命形式 可能延续了几十亿年 仍然都是单细胞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 如果未来科学家在宇宙中 可以找到与太阳系结构一致的恒星系统 就代表着它的内部 很可能存在着文明呢 答案似乎是正确的 而科学家也一直在浩瀚的宇宙中 不断地寻找着 然而 NASA真的在宇宙中找到了第二个太阳系 目前正在研究之中 而且主星竟然也与太阳 存在着很大的相似之处 美国NASA宣布 开普勒天文望远镜的重大发现 使用开普勒太空望远镜 在遥远的一个恒星系统 开普勒90中发现了第八颗行星 数年前 开普勒天文望远镜在2545光年外 发现了一颗大小与太阳相近的恒星 开普勒90 在随后的观测中 科学家发现了更多与太阳系相似的特征 开普勒90拥有七颗行星 且较小的行星距恒星更近 而更大的行星占据外侧轨道 而这次卫星是人类发现的首个和太阳系一样的 具有八颗行星的星系 这个新发现将有助于科学家 在外星生命研究中取得新突破 这颗新发现的行星名为开普勒90爱 它的信号比通常传统手段就能识别出的行星弱 开普勒90系统比太阳系稍大 更炙热 质量也更大 但其他许多方面经类似于太阳系 开普勒90爱是该系统中最小的行星 很可能不适合生存 NASA表示 它的地表不满岩石 表面温度约426.7摄氏度 何为恒星系统开普勒90星系呢 开普勒90星系是位于天龙座的一个类太阳系 距离地球约2545光年 已发现其有八颗行星 与太阳系大行星数目相同 是除太阳系外 已发现拥有大行星数目最多的行星系 天文学家是通过行星零日法来发现开普勒90的珠行星的 但是使用这个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天文学家只能大致测出这些行星的大小 而无法测出他们的质量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家族与我们的太阳系有何一同 开普勒90星系的行星系结构跟我们相似 内地行星位于内侧 而外侧都是内目行星 其中六颗内行星属于超级地球或迷你海王星 其余两颗外行星则为气态巨行星 在该行星系中 开普勒90B是行星系中最接近恒星的行星 从内到外分别是C I D E F G 和H 开普勒90H是行星系中距离恒星最远的行星 但纵观整个行星系 即使是最外侧的行星H 轨道大小也还不及地球 因此开普勒90星系只能算作是迷你版的太阳系 家族成员一览 开普勒90B C和I 开普勒90B C和I 都是内地行星 在开普勒90家族中 它们的半径最小 然而它们的半径分别比地球大31% 19%和32% 所以它们都是超级地球 其中 B和C除了大小类似外 两者的轨道周期正好呈现4比5的比例 B的轨道周期是7天 而C约是8.7天 这是典型的轨道共振现象 开普勒90i发现于2017年 其轨道介于C和D之间 以约14.45天的周期绕行母恒星 表面温度约为436摄氏度 与水星的最高温差不多 开普勒90D E和F 开普勒90D E和F都是迷你海王星 它们的轨道与水星的轨道相近 尤其是开普勒90E 开普勒90E的轨道周期为91.9天 与水星的轨道周期87.969天 只差4天 在规模方面 D、E和F的半径分别是地球半径的2.9倍 2.7倍和2.9倍 D、E和F也有轨道共振的现象出现 而D、E和F的半长轴比例为2.3.4 D每绕行开普勒93周 E即绕行两周 D每绕行开普勒903周 E即绕行两周 而D每绕行两周 F绕行一周 开普勒90G和H都是气态巨行星 半径分别是地球半径的8倍和11倍 是家族中体积最大 是两者的轨道周期则为211天和331天 它们的半径与太阳系中的木星 10.517地球半径和土星9.449地球半径相似 而轨道周期则与金星225天和地球365天相似 另外G很可能有卫星 总的来说 开普勒90行星系统可算是太阳系的兄弟 都与地球相似的岩质行星 也有大小与木星和土星相似的巨行星 但是开普勒90行星系统的所有行星 均位落在其母星移居带上 它们的运行轨道均比日地轨道更近 这样可能会造成行星表面温度太高 而难以存在生命 不过科学家们相信 经过更长时间的观测后 可能会在更远处发现温度较低的行星 对于开普勒90行星系统的研究 仍然是天文学家热衷的领域之一 这个被称作第二个太阳系的行星系统 不含宜居的行星 这可能让很多人略感失望 但相比于开普勒90爱本身 这项研究更重大的意义在于 人工智能手段开始参与系外行星的搜寻 并且首次为人类找出此前被遗漏的行星 相比于主动发光的恒星 暗淡渺小的系外行星 往往难以直接观测 但当行星从其宿主恒星前方穿过时 会遮住恒星的一部分光线 2009年升空的开普勒太空望远镜 正式通过零星法 继续扫描了超过15万颗恒星 以解锁恒星表面产生的微弱亮度变化 2014年 开普勒由第二任务K2接班 K2任务在范围更小的数据库基础上捕捉系外行星 甚至还进行了许多其他观测 2014年 开普勒的第二阶段K2项目启动 在范围更小的数据库基础上捕捉系外行星 并对其进行多项观测 开普勒的行星捕捉任务 获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功 截至目前 开普勒项目已经确认了超过2500颗系外行星 数量约为目前已知行星的三分之二 同时还有超过200颗候选行星等待进一步的观测 分析进行确认 尽管开普勒项目已经取得丰收的成果 但很多人相信 在开普勒数据库中还有很多重要信息有待挖掘 而限制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些数据的因素 是软件的分析速度以及分辨率 开普勒太空望远镜每30分钟对浩瀚宇宙拍摄一张照片 一共创造了大约140亿个数据点 其中包含了35000个可能的行星信号 即便是对于最强大的计算机来说 也是海量数据 分析起来既耗时又费力 另一个问题在于通过自动化检测或用肉眼检测 我们可以发现数据中最有可能的信号 然而最微弱的信号通常会被这些方法忽略 当谷歌AR团队的高级软件工程师 克里斯托弗·沙卢发现 人类从太空或许数据的技术在不断发展 但海量数据已经将天文学淹没时 他们提出一个设想 或许我们可以将神经网络应用于开普勒数据的分析 在这一过程中 他与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天体物理学家 安德鲁·范德堡进行合作 将机器学习技术运用到了太空探索中 让机器学会了识别绕着恒星公转的行星 研究人员用超过1.5万个经过标记的 开普勒太空望远镜信号的数据集 对机器学习系统进行训练 为此系统需要能够辨别出行星的特征 并且能够与恒星黑子双星系统和其他天体进行区分 随后他们利用这个系统来测试未曾分析过的信号 系统识别行星信号和非行星信号的准确率高达96% 因此研究人员相信 该方法能够在行星搜寻中发挥作用 通过该系统 研究人员对670个 已知至少包含两颗行星的系外星系进行了检测 并从中发现开普690i 开普690是我们在太阳系以外发现的 第一个拥有8颗行星的行星系统 但很显然它不会是最后一个 我们期待 人工智能将会将我们对宇宙认知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总而言之 以人类现有的技术 发现第二个太阳系来说 是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 但是 生命的出现有着非常大的要求 或者偶然性 所以说 到2010年 程序员约瑟夫坐在电脑前 仔细核对了一串神秘的二进制代码 让电脑把它们转换成了我们能读懂的语言 二进制代码 我们都知道 是只有零和一组成的一串 计算机语言 其错的是 这串代码写在纸上足足有16页长 不一会儿代码就被翻译了出来 而其中的内容至今都让人细思极口 这串代码的翻译 大致是外星人对地球的预警信息 它说一些邪恶的外星种族 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接管了地球 从古至今 各个古代文明都有它们干预的痕迹 人类需要加速发展 同时给出了一个坐标 告诉人们在那里会有宇宙 以及人类起源的真正答案 同时在另一个地点 两名退役的空军军官 正在急切地等待着约瑟夫的破译结果 因为那16页代码就是他们写下的 可是他们为何能写下16页的代码 却又交给别人破译 这串代码究竟是怎么来的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 被英国政府掩盖了30年的神秘UFO事件 时间回到1980年12月26号的晚上 一个空军基地的监视雷达 在英国东南部森林上空 发现了一个不明物体 大约在同一时间 美国空军士兵约翰·巴勒斯 在基地东门附近巡逻 他也看到了这个飞行物 紧接着飞行物坠入森林 约翰·巴勒斯马上通知了基地的指挥中心 值班指挥官紧急派遣28岁的军士 吉姆·潘尼斯顿赶往现场 他在空军担任警卫已经有7年时间 经验非常的丰富 几分钟后 潘尼斯顿和他的司机就赶到了基地的东门 潘尼斯顿看到大概200-300米外 好像有一架飞机刚刚坠毁 并且发出了五颜六色的光 他们迅速朝着光线的方向走了过去 此时他们发现越靠近发光物体 无线电的信号就越微弱 并且他们的头发根根竖起 就像受到了静电一样 然而随着他们距离那片光越近 看起来就越不像是发生过坠机 那里没有任何烧焦的味道 四周非常平静 当他们走到一片空地上时 突然间一道明亮的光照亮了整片区域 亮得令人睁不开眼 潘尼斯顿走到距离那个物体3米左右的地方 明亮的光芒暗淡了一些 当眼睛适应了周围的环境后 他吃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并立刻用军用相机拍下了当时的照片 那是一艘飞船 呈黑色的三角形 宽大概2.7米 高2.4米 飞船不仅具有奇怪的形状 而且顶部还会发出红光 底部有一圈蓝色的光点 中间则会发出柔和的白光 照亮了周围的环境 在走进飞船仔细观察后 他看到上面还有一些奇怪的符号 接着潘尼斯顿伸出手去触摸那艘飞船 这个时候 他感觉到有一串 只包含零和一的数字 被瞬间写入了他的大脑 就像是二进之中的代码 这一过程大概持续了9分钟 之后飞船突然启动 以极快的速度飞走了 就连军用雷达都检测不到他的痕迹 事发之后的第二天 潘尼斯顿再次来到事发地点 看到了三条灼烧过的印记 深度为5厘米 直径20厘米 应该是支撑飞船着陆的 只脚留下的痕迹 后来人们在这三个印记里 检测到了加码射线 并且放射专家表示 检测到的加码射线 是正常自然放射值的10倍左右 那么这个不明飞行物到底是什么 没有确切的结论 而这次事件 就此被称为英国版的 罗斯威尔事件 并且他们都被视为最高的机密 只有部分目击者 以及英国高层人员 知道是怎么回事 然而他们都签署了保密协议 不得将此事对外透露 有人认为 英军的基地内藏有核武器 之所以检测到了加码射线 是因为存在的部分核泄漏 但是英国军方否认了这一点 对于不明飞行物的研究人员来说 他们想要弄清楚 森林中发生的事情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信息获取的渠道 也不知道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信息 是不是真实的 英国不明飞行物研究员珍妮·兰德尔兹说 UFO真实存在 只不过是英国掩盖了它存在的证据 前面我们说了 潘尼斯顿在用手触摸了飞船之后 就有一段零和一的代码被写入了他的大脑 并且时间长达九分钟 起初 潘尼斯顿以为这是幻觉 但是他睡了一觉之后 这段代码依然在他的脑海中并没有消失 于是他便把这段代码写了出来 竟然整整写了16页 奇怪的是 当他写完之后 代码就突然从他的脑海中神奇的消失了 潘尼斯顿于1993年从美国空军退役 退役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他都没有跟任何人提起 关于这段代码的事情 直到1998年 他接受了林达·莫尔顿的专访 我们都知道林达·莫尔顿是 不明飞行物方面非常有名的记者 在与他交谈过之后 潘尼斯顿觉得他是非常可信的 就把当年的代码交给了他 之后林达·莫尔顿咨询了资深计算机工程师 兼二进制代码分析专家 约瑟夫·卢西亚诺 来解密代码的内容 幸不辱命的是 在2010年 约瑟夫·卢西亚诺坐在电脑前 仔细核对了这串神秘的二进制代码 并让电脑把它们转换成了我们能读懂的语言 不一会儿 代码就被翻译了出来 但其中的内容却让人细思极恐 上面说一些邪恶的外星种族 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接管了地球 从古至今 各个古代文明都有他们干预的痕迹 人类需要加速发展 更重要的是 这些代码后面的内容 是一些地理坐标 而这些坐标所指的位置 几乎都是世界各地的古代遗址 包括像埃及大金字塔 墨西哥 阿兹特克神庙 希腊 纳克索斯岛 阿波罗神庙 秘鲁 纳斯卡的地面绘画 根据解密后的地理坐标 它还有一处指向了一片大海 位置位于北大西洋 大概距离爱尔兰西海岸 约为320公里 今天看来这里是一片大海 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这个区域传说 曾经存在一个神秘的岛屿 这个岛翻译过来的名字 大概叫高巴西 这个神秘的岛 不管是从地理位置上 还是其他方面 都非常像传说中 失落的古城亚特兰蒂斯 但是就神秘程度而言 它要比亚特兰蒂斯更加神秘 虽然它的名字中 带巴西两个字 但是它与南美洲国家巴西无关 这个名字源自凯尔特人的语言 意思是统治世界的国王 传说这座岛常年被雾气所覆盖 每隔七年 雾会消失一段时间 然后就可以找到这个岛 岛上最著名的传说之一 是爱尔兰宗教故事中描绘的 公元6世纪的水手守护神 在宗教故事中神经常在海岸边散步 观察岛的样子 岛上还有许多鸟类和野兽 而圣徒称这里为应许之地 说到应许之地 我想大家应该不会陌生 老观众应该都知道 在之前的视频中 我们聊过圣经中的神奇约柜 其中 以色列人为了躲避埃及人的追杀 带着约柜就一路逃到了应许之地 难道在高巴西这座神秘的小岛上 有着约柜的秘密吗 14世纪以来 众多探险家为了寻找这座岛 而奔向大海 但是全都无功而返 直到1674年 据说一个名叫约翰尼贝特的人 登上了这个岛 当时 他正准备驶船离开爱尔兰的西海岸 突然眼前出现了一片大雾 当雾消失时 他的船意外触碰到了礁石 并由此发现了一个小岛 他坚信这个地方是传说中的高巴西 当他登上岛之后 看到了从没见过的大黑兔子 并且还在岛上遇到了一个老人 这个老人跟约翰贝尼特说 他会魔法 并且住在石头城堡里 而当约翰尼贝特离开岛时 他还从老人那里得到了大量的金子 当然这个故事只是一个传说 可信程度并不高 但是关于这座岛的传说 已经在欧洲流传了几个世纪 所有的地图几乎都完美指出了他的位置 奇怪的是 却怎么也找不到他 也许很多年以前那里是一片大陆 但随着地球运动的变迁 他沉入了水底 那前面UFO事件中的神秘代码 就指向了这个神秘的高巴西岛屿 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 一些人根据代码中的坐标认为 这些古代遗迹所代表的文明 也确实和外星文明有很大联系 比如埃及金字塔的建造 纳斯卡神秘线条等等不胜枚局 因此神秘的高巴西岛屿 也一定和外星文明有所联系 甚至其中 可能隐藏着人类起源的真相 就像石神人面相里的密室一样 也许只有找到他们才能解开一切答案 那么你们对这次事件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究竟是集体性欺骗 还是因为士兵感到枯燥而虚构的一则恶作剧 又或者他根本就是一起被掩盖的 外星人访问事件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布君 我们下期再见